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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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黑熊 v 泰国 我是黑熊 今天呢 黑熊来找回 我旅游的初心 当然要来到 在泰国旅行者的大本营 那就是考山露 当时黑熊来工作的时候 假日想要去很多地方玩 当时身为一个人的背包个 那黑熊当然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考山露聚集了 很多很多的旅行社 当时网路旅行社 还没有那么发达 不管你要买车票啊 买一日游行车 你都要来到考山露 同时这边还有很多 便宜的旅社 有很多小匙 酒吧跟club 在疫情当时的黑熊曾经来过考山路 大家可以看到的真的是七七产七七 那现在这个状况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 跟黑熊去逛逛吧 走 Angel说我开小菜平淡就吃一只鳄鱼 暖身一下才会比较嗨 哦 味道像鸡 让口感像猪的鲤鸡肉 很有嚼劲耶 蛮多汁的 没有什么脂肪耶 如果要减肥的可以吃 但是它的胆架太高了 这样一小撮150了 在路上很多小吃 你可以看到 还有这个香蕉煎饼 其实考生了很多像这种卖炒面 还有卖泰式炒面的那个摊子 但我都觉得这样不是很好吃 所以很多都先炒好了 竟然好像很久看那个孤独星球嘛 书上有介绍说 来考虑第一次的小吃是这几样 你们给你试试看 但我觉得还好 你们看到真的是各式各样的扒泰店 你看老味好开心啊 但是我多爱吃扒泰啊 这个韩式扒泰嘛 扒泰坚鸡啊 你看这边还有彩绘纹身 然后前面你还可以找到编法 可惜我很想编啊 但编不了 精神精神的遗憾 这超复古的耶 好好看哦 而且这样才250 然后考山路 大家都会买这种服装 穿这样就是很有游客的风格 来泰国玩的风格 考山路啊 之所以它叫背包客天囊 就是它来自世界各国的 背包客聚在这个地方 在痛荣 你可以邂逅年轻的泰国妹子 如果你想要邂逅国际级的泰国妹子 你可以来这个地方 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交流 那当时黑秀我来真的跟他喝酒练英文 还不错的 来考山路 一定要去跟这个合照 只有泰国才有 麦当劳叔叔 另外我发现 多了这家大麻店 分享一下就是考山路的故事 大概是1982年的时候 当时曼谷正在庆祝 200周年的生日 大皇宫附近 也就是这个地方 举办很多活动 也很多的背包客就来到这个地方 但是呢 这个地方没有这么多便宜的旅舍 所以曼谷市政府啊 有跟这边住户说 你们可不可以开放一些地方 给他们去住 所以很多背包客就住来这些地方 很多的小摊贩就整个起来 97年这个经济危机之后 为了满足这些背包客的需求 又有更多的店家起来 当时大麻在这边都会有 但后来因为它禁毒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地方抓得蛮凶的 只是说现在大麻重新开放了 可以看到大麻店就光明正在开起来 在以前是不太可能的 这条其实就是烤山路旁边的叫做 所以都没有离 韩国店有这边拍过 跟刚才那种就是喧闹感觉不一样 在这边就是很多餐酒吧 可以在那边吃饭啊 跟朋友喝酒听音乐 那边就比较热闹 碰碰碰 在这边热闹就是就没有那么碰碰 比较慵懒的热闹 要是Angel不在 我可能今天被欧洲的妹子带走 哈喽 你来到哪里? 我来自澳洲 澳洲? 我来自澳洲 你能想象吗? 我的国家现在有雨 所以特别是我们的 不关键的地方 不关键的地方 什么可以带来 什么 很棒吧? 很棒! 你应该尝尝干苹果 当然! 我已经喝了 已经看到了吗? 我可以感觉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来自台湾 台湾 Namaste Torrigam Bye Angel说 他不敢来这边按摩 因为他觉得 这个按摩床实在是太露天了 你过来真的不说 我还不知道我们来到什么珠界 泰国曼谷的某珠界 这个不行 Anime的Anime的Anime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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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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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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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的,有點好 蛋白質 到這小隻50豬 50 豬 我們德國朋友來嘗試一下 我們德國的朋友說 吃起來跟我口感一樣 就乾乾的 就像比較乾的薯片 你各位如果來到這個地方 一定要試一下蟲子 我告訴你不要害怕 真的 不要不要不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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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後的這個酒吧叫做 My Friends Bar 非常的便宜 啤酒一罐70泰鎖起 還有賣雞尾酒調酒 就是一桶的 泰國大麻 泰斯蒂克啊 可以講到那個越戰的時候 當時很多越戰的一些 美國軍人來到泰國 在這邊放假休息的時候 就來抽大麻 然後他們抽的都是 泰國自己本地種大麻 叫泰斯蒂克 現在他又回來賣了70泰鎖 1892年以來 烤山路這條路 這邊是一個米的交易市場 到100多年後 變成一個旅遊勝地 烤山路夜送的大概晚上9點才開始 如果說你真的沒什麼預算 你想要喝酒 聽音樂的話 你也可以去Saven 買了啤酒是最便宜的 然後這邊喝啤酒 來享受這邊的氣氛都還不錯 等到今年4月 久違的烤山路泊水節又會回來 今年我們來的時候 大家都是月月一室 2013年今年 一定會是非常的熱鬧 那我們這一集的黑熊迷泰國 就到這邊 最後還是業配一下 如果你有想要來泰國玩 有旅遊需求 可以找黑熊的GuruGo流通 那黑熊迷泰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按讚 我們下次見 這邊請 láj 我們下次見